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有听友呢 我忘了是评论还是私信了啊 想让我说说南京女童饿死案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伙来说说吧 2013年6月21号的时候 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民警 王平原警官跟同事们呢 一块来到了小区里边 一户人家的门前 逛逛逛在那敲门 但甭管怎么敲 也没人开门 里边呢也没什么动静 这王警官呢 认识这家的女主人叫乐燕 就是快乐的那个乐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乐燕还是乐燕 因为这一个字啊 也有乐的读音 也有乐的读音 并且这俩音都可以作为姓氏使用 不过这姓乐跟姓乐 它其实还不是同一个姓氏啊 你要放到文字上这是一个 但是放到读音上 那不是同宗同源的 咱们就叫乐燕吧 这乐燕呢 家里边啊 有两个女儿 有两个女儿 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为什么王警官对这一家很关注啊 因为之前就发生过乐燕把孩子丢在家里边 不管不顾的情况 派出所呢 也怕这家再出什么事 这一回王警官一看 家里没人 就琢磨着是不是又把俩孩子扔家里了呀 赶紧掏出手机给乐燕打电话 可是传过来的是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 这王警官心里边啊 当时就不踏实 为了赶紧查明白屋子里边的情况 就叫人过来 把门呢 就给撬开了 两名民警呢 进到乐燕家里边 看了一圈啊 屋子里边没人 但是有一个卧室 房门紧闭 这可就吸引了王警官的注意 走过去呀 打算把门打开 但那门锁呢 是坏的 也没门把手 推呢 你也推不开 因为很明显是拨上了 王警官跟同事啊 俩人就想用身体撞这门 但里边好像是堵着什么东西似的 撞了好几回 这才把他给撞开 撞开打开门 这么一看 这个乱呢 到处都是垃圾 地上啊 床上啊 哪儿哪儿都是 有卫生纸 各种各样的包装袋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衣服 散落一地 同时一股子恶臭味扑鼻而来 王警官跟旁边那同事赶紧用胳膊 把自己的鼻子就捂住了 走进屋里看看吧 一眼啊 王警官就看见床上有一个小孩 赶紧跑到床边 发现了极其残忍的一幕啊 这孩子呀 是侧躺在床上的 身上瘦的就是皮薄骨头了 没肉了都 并且浑身上下 到处都是屎啊 尿啊 小孩手里边啊 还抱着一个小水壶呢 王警官把这水壶一拿起来 里边空的 一滴水也没有啊 再看这孩子们 一点邪色没有 是睡着呢 还是出了事了呀 赶紧把手放在孩子鼻子前边 发现这孩子呀 早就断了气了 于是王警官赶紧让同事联系刑警大队 告诉刑警大队 这儿啊 发生了命案了 他同事呢 当时也没联系 就跟没听见似的 慢慢的蹲了下来 开始翻地上的垃圾 王警官还纳闷呢 这怎么回事啊 赶紧走过来一看 地上还一个孩子呢 是乐宴的大女儿 李雪 这小雪呀 浑身赤裸着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也是瘦得皮薄骨头 肚子呀 明显凹陷下去了 看脸上的表情 异常的痛苦啊 王警官一看这姊妹俩 心里边他不是滋味啊 赶紧看看吧 试试这李雪 是不是还活着 一探这鼻息 也断了气了 王警官当时啊 心里完全接受不了 整个人浑身呢 都在那开始哆嗦 把手收回来 看着这俩孩子 眼泪巴搭巴搭的 可就掉下来了 两位民警是强忍着 没让自己哭出来呀 他们不明白 这俩孩子到底招谁惹谁了 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怎么就这样了呢 王警官稍微冷静了一下 从口袋里边掏出手机来 拨通了刑警大队的电话 很快 刑警大队就来人 把乐宴的家就给封锁起来了 因为住的是居民楼啊 楼上楼下街坊邻居 都纳闷都好奇啊 又出什么事了 怎么警察来了 怎么还拉警戒线呢 都想看看乐宴家 到底出什么事了 法医进去之后 对这两个孩子的尸体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检查 然后就抱了出来 身上盖着白布 虽然说盖着白布 但小胳膊啊 是露出来的 路过人群的时候 这围观人群都看见了呀 整个都被这一幕 给惊住了呀 这时候啊 大伙都在那感慨 哎呀 俩孩子都没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可怜呢 还有的说了 是啊 你看那孩子瘦的 啊 胳膊都不成形了呀 这时候又有人说了一句 这孩子啊 不会是在家活活 饿死的吧 确实 甭管谁看见 那皮包骨头的小胳膊都知道 这活着的时候 这吃不饱饭呢 大伙啊 看着这孩子 离开的那背影 都在那流眼泪 有的人当场忍不住了 开始骂大街了 早孽呀 啊 这什么人 前授不如啊 大伙呢 你一言我一语的 可就讨论开了 大伙都想知道啊 孩子怎么死的呀 谁害死他们的呀 刑警大队 对这事是格外的重视啊 办案这么多年了 像这样的案子 之前接触的不多呀 两个孩子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啊 摆明了 就是活活饿死的呀 到底怎么回事 家大人呢 没人管呢 爹个妈干什么的呀 警方呢 立刻对孩子的父母 展开调查 很快 发现他们家的情况啊 还真是非同一般 这俩女孩 大点的叫李雪 小点的叫李同 都是南京人 这俩孩子的爸爸 叫李文斌 妈妈叫乐燕 一家四口 住在这小区 这俩孩子的父亲呢 是尹君子 吸毒 2013年2月份 李文斌在家吸毒的时候 被人举报了 警方把李文斌逮捕 李文斌因此 被判了六个月 也就是说 这俩孩子的爸爸 还在监狱里边服刑呢 八月底才能出来 那么 爸爸在服刑呢 妈妈乐燕在干嘛呢 乐燕手机不停机了吗 警方给他充了话费 希望能联系到他 但是话费充上了 手机还一直是关机状态 甭管怎么打 都打不通 爹下坐牢去了 妈呢 下落不明 不知道去哪了 把俩孩子扔在家里边 警方只能先开始 走访周围的居民 希望能得到一些 关于乐燕的线索 在走访的时候啊 街坊们就说 哎呦 平时很少看见 这俩孩子的妈妈 呃 几乎啊 跟他都没有过什么交集 我们也不知道 他能去哪 他会去哪 但是警方 还是有了一个收获 2013年4月17号 乐燕一个人离开家 把两个年纪还小的 还需要人照顾的婴儿啊 这都不是孩子呀 这是婴儿啊 独自扔在没有人的家里 给孩子呢 买了食物买了水 放在屋里 潇潇洒洒 人家就离开了 七天都没回来呀 你要说是家里边 一个十岁的 一个八岁的 给他们足够的 吃的喝的 也许还行 一个一岁的 一个两岁的 扔点吃的 扔点喝的走了 最后啊 是大女儿李雪 实在扛不住饿了 想方设法的 从家里跑出来 本来呢 是想跟人呼救 但各位您想 两岁的孩子不到三岁呢 他能说什么呀 还没见着人呢 还没说话呢 先晕倒在小区里边的草坪上了 得亏让邻居发现了 一看这孩子 这就是明显饿过劲了 给孩子买了包子 这李雪呀 醒过来之后 是一句话也不说 接过包子 狼吞虎咽 一看好几天 没吃饭似的 这老百姓们 觉得不对劲啊 这孩子面黄鸡瘦的 肯定是营养不良啊 这是不是家里人 虐待孩子呀 那得管呢 邻居们呢 就联系了社区居委会 反映了这个情况 居委会啊 当时带人 就到了乐宴的家里边 一进去 把居委会的人 都震惊到了 那哪是家呀 就是垃圾厂啊 咱们这垃圾回收站 都比他们家干净啊 屋子里边那个乱啊 垃圾跟衣服 是混着堆在一起的 你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你再看厨房吧 锅板瓢盆什么都有 哎呦 上边长的那大黑毛啊 散发着一股子嗖味 居委会的人 在卧室里边 看见了一岁的李同 李同 早就被饿晕过去了 当时身上啊 穿着纸尿裤 但是各位 好几天都没人管 纸尿裤 他也包不住 那么多的排泄物啊 都从边上溢出来了 大伙赶紧帮孩子拖下来 打了一盆温水 帮孩子洗 洗干净以后 哎呀 真让人心疼啊 身上啊 有好几处皮肤都溃烂了 最后俩孩子 是被居委会和邻居 一起送到了社区医院 进行救治的 本来想着联系孩子 他妈妈 联系不上啊 那怎么办呢 报警吧 让社区民警 把孩子的母亲乐艳找回来 既然有了 当时这马子是了 为什么后来又有了 这出悲剧 这乐艳一天天的事 去干嘛去了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后来是人家居委会的人 还有社区民警 好心邻居 一起把孩子 送到社区医院救治 但是你得找着孩子 他妈妈乐艳在哪啊 据当时啊 在场的围观群众说 乐艳找回来之后 看见孩子的时候 也是痛哭流涕 抱着孩子这一哭啊 一边哭还说呢 我糊涂啊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码事 为什么 王平原警官啊 时不时的就得去他家看看情况 担心孩子出事 当时啊 王平原警官呢 经过调查就了解到 这乐艳呢 一出去好几天 不是工作去了 不是有什么急事 干嘛去了呢 喝酒 打牌 自个儿痛快 自个儿潇洒去了 这哪是人呢 这还是个当妈的吗 当时啊 民警也生气 对他呀 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且警告他 你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作为他们的法定监护人 你要承担起养育他们的责任 出了事 你逃不了干系 后来啊 这俩孩子确实也可怜 到医院救治不得花钱吗 哎 乐艳呢 人家钱早喝酒喝没了 赌博赌光了 孩子那治病 我哪来的钱呢 最后这医药费 是居委会啊 好心邻居啊 包括社区民警啊 自己掏自己腰包给他出了 居委会呢 也不要求他还 就跟他说了 你啊 这钱不用还啊 只要孩子好好的就行 别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别让孩子遭这么大的罪啊 这遭天谴呢 这个 最后啊 在社区帮助之下 居委会呢 还帮乐艳 办理了困难户 王平原警官负责定期的给乐艳发放生活补助 一个礼拜呢 二百块钱 一个月呢 发四回 就一周去一次 每个月是发八百 王警官说 这乐艳呢 每周特别准时准点的 就跟他联系 要钱 但是六月八号左右 俩人联系过一回之后 乐艳可就再没给他打过电话 王警官之后再给乐艳打电话呢 也打不通 因为王警官知道之前这俩孩子的事啊 所以啊 就担心 这才决定上门看看 敲门 没人开 这才把门给撞开 看到孩子的尸体的时候 王警官自己无比的自责呀 哎呀 我怎么没早点来呀 我早两天过来 俩孩子 没准就能救过来呀 但你说这跟人王警官 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啊 那这当妈的 这乐艳都不知道去哪了呀 警方就认为 两个孩子的死亡 肯定和他们的妈妈乐艳 脱不了关系 于是立刻开始派人搜捕乐艳 警方啊 以案发小区为中心 周围方圆五公里 所有的酒吧 棋牌室 赌博的这些场所 公共娱乐场所 都成为搜查对象 孩子尸体被发现之后的第三天 警方终于在一家洗浴中心 把乐艳找着了 跟乐艳一说 知道俩孩子怎么了吗 乐艳在家呢 好好的呀 俩孩子已经没了 乐艳对这事一点不知道 根本没想到 哦 是吗 我给他们买吃的了 买喝的了 怎么就没了呢 警方告诉他两个女儿 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 乐艳倒也难过 哎呀 嗷唷一声 坐在地上就开始哭啊 哭着哭着 可就躺在地上打滚了 大伙儿怎么劝也没用 只能是两名刑警 把乐艳架了起来 带回公安局进行询问 再说另一边 法医呢 也解剖了两个孩子的尸体 发现两个孩子的胃里 您猜有什么呀 食物是轻易找不着了 在里边啊 发现了棉絮 发现了人体的排泄物 就是发现了屎尿 也就是说孩子在最后 饿得没办法的时候 开始吃棉絮 甚至开始吃自己排出来的粪便 尸体呢 也基本上呈现一种干尸状态了 也就是说生前有着严重的脱水 这两个孩子通过尸检 不是死于伤害 不是死于意外 是活活 饿死 渴死的 在最渴的时候 吃被子 喝尿 吃自己的粪便 一个一岁 一个两岁 长得特别可爱的两个小女孩 我们难以想象 这两个孩子 当时得多么的绝望啊 警方得到这尸检结果之后 立刻提神了乐艳 所有人都不明白啊 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呢 人家别人的妈妈 疼自个儿孩子还来不及呢 哪有这样的呀 怎么就为了自己痛快 把孩子扔家里 不管不顾 活活把他们饿死呢 警方啊 经过深入调查 深入了解 就掌握了大量 关于乐艳的事情啊 关于她的过往 2009年的时候 18岁的乐艳 离开老家的爷爷奶奶 一个人到南京打工 向往大城市啊 南京啊 又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 经济繁荣的城市 乐艳呢 当时凭借年轻 最后啊 就到了一家夜总会 当陪酒女郎去了 2010年就在夜总会里边 她跟李文斌就认识了 俩人呢 其实也没结婚 当时 就同居了一阵 乐艳就提出来分手了 咱俩分了吧 可让李文斌没想到的是 本来想着 这分了就分了呗 再找别人呗 但2011年 乐艳带着女儿找上门来了 说孩子是李文斌的 李文斌呢 因为还挺喜欢乐艳的 也没做亲子鉴定 你说是我就是我的吧 咱俩确实也同居过 俩人就结婚了 2012年 结婚之后 俩人又生了一个女儿 李童 在这期间呢 乐艳就没出去工作 一直在家照顾孩子 虽然也不富裕吧 但一家人在一块 和和美美的 也挺好 但没过多久 发生了一件事 这李文斌 是拆迁户 手里边有点钱 也不出去工作 整天待在家里 这人呢 不能闲着 这闲多了 就容易惹是生非 吸毒 家底很快 就被掏光了 这不后来因为被举报 警察来到李文斌家里 当着母女仨人的面 把李文斌就抓走了 乐艳也没有经济来源 家里还有俩孩子 日子呢 过得挺苦 家里亲戚啊 资助过他五千块钱 嘱咐他把孩子照顾好了 等门斌出来 但是乐艳拿着这五千块钱 嘿 这这哪有孩子 什么事啊 哎 该我出去潇洒潇洒喽 拿着钱就出去玩去了 天天是早出晚归 孩子在家里边 鸡一顿饱一顿的 衣服脏了 谁爱洗谁洗 俩孩子能洗吗 啊 你现在会走了会爬了 会用洗衣机了 你就洗 你们不会 对不起 反正我不洗 家里乱了 嘿 谁愿意打扫谁打扫 反正我不打扫 俩孩子的生活质量 是越来越差 后来这才发生了 俩孩子被居委会 送到医院那件事 大伙怎么也想不到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悲剧 再次重演了 并且这一次两个孩子 再也醒不过来了 这是2013年6月8号的时候 乐燕在家里边觉得无聊啊 出去玩去吧 琢磨着 李文斌快出狱了 他还安慰自己呢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去 我在最后一次出去玩个痛快啊 等回来之后我就好好照顾孩子 我等孩子他爸回来 他还在纠结的时候 接了一个电话 是之前足语忠心的一个朋友打过来的 约他出去玩 乐燕本来没下定决心 这回有人一约好 去 他呢 给俩孩子洗了个澡 换上干净衣服 弄点吃的弄点喝的就走了 为了避免大女儿跟上次一样 从家里跑出来 没事给他找事 故意把俩孩子关进卧室里 把门窗都封死了 乐燕说呀 我在屋里给他们放了面包和水 我琢磨着够他们俩吃三四天了 我以为到时候我就能回来 但乐燕哪知道啊 玩嗨了 玩痛快了 都没再想起来自己俩闺女过 根本就没想想俩女儿该怎么活 没吃的没喝的 怎么生存 直到警方把他捉拿归案 这才知道悲剧发生了 这时候掰着指头这么一算吧 嘿 说走三四天 这已经走了快半个月了 乐燕啊 也向警方承认 孩子的死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我是真的爱他们 我不是故意把他们锁在家里活活饿死的 我是最爱最爱他们的了 哪有这么爱的呀 这话是怎么有脸说出来的呀 甭管怎么狡辩 俩孩子已经死了 所有人证物证充分 警方把所有证据 还有乐燕的认罪书提交给了检察院 检察院依法对乐燕提起了刑事诉讼 但是还没到审判的时候 乐燕又怀了孕了 您各位该说了 这李文斌还没出来呢 怎么怀的孕呢 这事咱就不知道了 反正最终乐燕 因为认罪态度良好 再加上怀孕了 于是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绝大部分的情况 人有了子女之后啊 都会变得开始柔软起来啊 这事我有切身感受 从有了女儿之后 整个人变得特别的多愁善感啊 后来我还看过这么一句话呢 说好些个父亲有了孩子之后啊 看新闻联播都能看窟窿 还真是这样 尤其是有了孩子的家长们 我估计都难以想象 乐燕家的这个故事 是怎么可能会发生在 21世纪这个年代 会发生在2013年这个年代 还是那句话 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不想着 费大力气去养育孩子 那就先别生孩子了吧 不是所有人都配为人父母的 乐燕呢 后来在监狱里还说过 会把对这两个孩子的亏欠 弥补在第三个孩子的身上 对于这个案件 对于这个可恨的母亲 您有什么想说的 这个案子为您讲述完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